中国再发生袭击外国人流血事件 这次是有人持刀攻击苏州日本人学校的校车 砍伤了三个人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 这是孤立事件 可能发生在世上任何一个国家 这是美国大学教职员预袭之后 再次发生涉及外国人的袭击事件 事发时日本人学校校车停在车站 一名五十多岁的无业男子持刀攻击 先是砍上一对等车的日本母子 然后试图上校车继续逞凶 中国籍的随车人员试图阻止 也被嫌犯砍成重伤 目前生命垂危 日本母子送院之后没有生命危险 日本电视台报道 这次事故造成苏州日本企业员工家庭恐慌 日本政府也已经向北京提出交涉 要求中国保障在当地日本人的安全 要求原自官员工员工程 要求原自 Mongolia工程 被为民业选择 几桃速入 don coffee 几位 今好 以及